1. 转异与蛋白质的修饰 焦点其实以转异与蛋白质的修饰 密码子决定氨基酸的种类 mRNA的核干酸序列和氨基酸的种类具有对应关系 mRNA的每三个核干酸可构成一组密码子 因此密码子共有64组 此64组密码子可以对应20种氨基酸 64组密码子之中有61组可以决定特定的氨基酸 一组密码子仅能对应一种氨基酸 而一种氨基酸大多可以对应多组密码子 在核糖体中mRNA的核干酸序列和氨基酸的配对 实际上是依靠mRNA的密码子与trRNA的反密码子进行剪辑配对而达成 起始密码子 密码子AUG可以对应甲硫氨酸 也是转异的起始讯号称为起始密码子 中指密码子有三组密码子UAA、UAG、UGA不对应任何氨基酸 为转异的中指讯号称为中指密码子 反密码子每个trRNA在三方端能携带特定的氨基酸 trRNA的核干酸序列中有三个连续的核干酸 可以与mRNA上的密码子互补配对 位于trRNA的这三个连续的核干酸称为反密码子 核糖体的构造 核糖体具有P位、A位、E位 以核成的多态链位于P位 携带氨基酸的trRNA可进入A位 卸下氨基酸的trRNA则在E位脱离核糖体 转异的过程 转异至起始密码子开始 核糖体会沿着mRNA的五方端往三方端 依序以三个连续核干酸序列为一组 解读至中指密码子 并将氨基酸聚合形成一条多态链 mRNA产生多态链的过程称为转异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起始 转异出始时 核糖体的小次单元 先与mRNA的五方端帽结合 携带甲硫氨酸的trRNA以反密码子 与mRNA的起始密码子配对 核糖体的大次单元加入组合成完整的核糖体 此时 攜带甲硫氨酸的trRNA即位于核糖体大次单元的p位 延长 另一个攜带特定氨基酸的trRNA进入 核糖体沿着mRNA移动 使卸下氨基酸的trRNA有p位以至e位 卸下氨基酸的trRNA可脱离核糖体重回细胞质 攜带多态链的trRNA则有a位以至p位 控除a位 另一个攜带特定氨基酸的trRNA进入a位 依循上述过程的顺序重复进行 依据mRNA密码子依据逐次将氨基酸加入螺台链 中止 当核糖体移动至mRNA的中止密码子时 没有任何一种trRNA可以中止密码子配对 转移便停止进行 在释放因子一种蛋白质的协助下 新合成的多态链与trRNA分离 核糖体分开为大次单元与小次单元 并脱离mRNA 结束转移过程 聚合糖体 当细胞大量合成某种蛋白质时 数个合糖体可依序同时在同一条mRNA进行转移 在短时间内合成足以执行细胞生理活动的相同多态链 这一整串 合糖体连同mRNA在内称为聚合糖体 或称为多合糖体 蛋白质修饰 新合成多态链 大多需经过修饰 形成适当的构型 才能成为具有活性的蛋白质 切割 有些蛋白质则需切割部分氨基酸序列后 才能表现其活性 例如新转移合成的胰岛素源 须经适当的切割才会形成具有功能的胰岛素 折叶 多态链需经折叠才会形成具有功能正确的立体构型 而折叠通常需要其他蛋白质的协助 多态链的氨基酸间可藉由形成氢鉴、双流鉴等方式维持正确的立体构型 寡糖测链 有些蛋白质则需接上寡糖测链或脂脂测链 形成糖蛋白或脂蛋白才能发挥功能 例如蝸牛分泌的黏液中即含有糖蛋白 这些糖蛋白具有润滑保湿的功能 金属离子 部分蛋白质需要金属离子的协助 例如构成血红素的多态链 需结合含有芽铁离子的血基酸 才具有吸氧的功能